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爆破呼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向你们好 今天是2023年9月26号 星期二 奴隶8月12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安省立法机构附会 释迦堡镇无枪击 安省北极光大爆发 400号高速一人被撞 小房东状告安省政府 多伦多关闭省议会周围的道路 加拿大税务局延误追税 加拿大航空公司购买梦想飞机 下面向你汇报一下 今天的具体联络 安省立法机构复合 安省立法机构下级休会后 重新开会 安省让福特早前宣布 取消开发力化的 但此一提能争论不断 福特25日接受访问时表示 其声明是领导力的标志 同内自己犯的错误 并将继续签议 市政事务和住房天长表示 政府不会赞成新民路党成员提出的 将土地归还留待的法案 因为政府很快就会推出自己的法案 政府还将额外增加7000亿亩的绿带 并将保护区的边界纳入绿带 释迦国镇5枪击 24日晚上11点15分左右 释迦宝王英萨伊德和 在那个附近一出镇5也发生枪击 一名20多次男子身中枪伤 被送往医院 他的枪伤有生命危险 警方是枪击发射在该镇5的停车场 事发时开了数枪 调查人员正在寻找多名嫌疑的人 他们乘坐一辆车逃离了 安生北极光大爆发 24日晚上北极光照亮了安生的夜空 为关心者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声音 美国国家气氧局的空间天气预报中心 发布了24日晚上的第四风暴警报 这一行空现象如期而至 据报道近几周来 安生居民已经多次有机会看到北极光 9月18日就有过一次第四太阳风暴 并给安生带来了北极光 据花铁卢大学教授称 像24日这样的北极光 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加长见 大约在2025年 我们将达到下一个最大值 400号高速一人被撞 25日上午 400号高速南京县 Efeo Beach附近 一人被车辆撞到身亡 省警说一辆抛锚的汽车 停的一条有车辆通行的车道 司机下了车 那个地区没有路间 当司机下车时 被路过的车辆抓到了 警方表示一条南京车道重新开放 该地区的通行又严重延误 小黄东告安生政府 安一生小黄东 对安一省政府提及的集体诉讼 于9月22日在安一省法庭 举前第一场听证会 这场听证会的结果 将直接决定安一省小黄东 能否有资格对安一省政府 发起集体诉讼并索赔 法官在一整天的听审过后说 随后将作出决定 据解释 此次听审是安一省政府的律师 提出了一项撤销诉讼的动议 理由是他不可能称 政府代表解释了 他们认为这项集体诉讼 应该失败的原因 主要包括 没有提出合理的诉讼理由 没有证明安一省侵占 或给予联邦政府失忆或好处 安一省没有剥夺房东 对财产的合理使用权 没有明确指定具体的不由测试 警方关闭省议会周围的道路 多伦多警方26日早上 关闭着Quin Park周围的道路 因为预计省议会会有示威活动 警方表示 可能涉及多辆车的示威活动 务视警方关闭着省议会周围的道路 可以看到警车TTT巴士和自协卡上封锁了该地区 虽然警方稍未公布 可能导致警方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的示威活动信息 但安一省健康联盟已经证实 计划于下午到省议会示威公开反对安一省的伊利尔保健私有行 加拿大税务局延误追税 加拿大税务局在疫情期间暂停追税工作后 又因为技术问题将追税时间推迟6个月2022年4月 税务局CIA表示 目标是在当年7月底暂停向签政府签的纳税人 发放儿童福利金其商品服务税地面等服务 CIA专员表示 拖延意味着债务将继续积累 证实未来的收款更加困难 然而根据CIA后来说 该机构实际上直到2023年2月才恢复追税工作 CIA通常会扣留福利金税收地面和退税 以抵消纳税人欠限的未偿还政府债务 该机构在2022年秋至2023年初期间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债务追税 政府也开始用未来的付款来偿还 超过支付加拿大紧急应面福利等疫情福利 加拿大航空购买梦想飞机 9月25日加拿大航空公司表示 已经确定18架波音787-10梦想飞机的订单 这些飞机将用于替换其基地中老实效率较低的宽体飞机 该协议和包括额外购买12架波音787-10飞机的选择权 该航空公司表示 预计将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接受新飞机 最后一架飞机计划于2027年第一季度交付 波音787-10是梦想飞机中最大的形状 根据座椅配置可搭载330多枚乘客 它还有一百七十五立方米的破云链 汇率和天气预报 9月26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42.4元人民币 明天9月27日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7-22度少云多林多14度-18度少云 温哥华11度-15度小云 魁北克7-21度情 卡尔加里6-18度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